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自己的夫人杨将写过一句非常动人的情话 遇见你之前 我没有想过结婚 遇见你之后 结婚我没想过别人 对于钱周树先生来说 这句话就是他深爱杨将的证据和事业 之前受到一个疑问 怎么确定对方是真的爱着自己 我一直想用一句简单又浪漫的话做的 今天读到了 白爱的感觉就像是 你被这个世界催着长大了很多年 突然有人告诉你 又可以做小孩了 年前老朋友邀我吃酒 说他就要结婚了 昨天我们一起出来吃饭 婚期临近的他们 眼角眉上都带着笑意 话题聊着聊着 就聊到了他们的相处日常 女生说 我俩在一起这几年 我从九十斤胖到了一百一十斤 她还天天在家做各种好吃的 我妈都看不下去了 说我的生活能力在逐渐退化 因为她几乎包了全部的家务 我唯一的用物之地就是换杯套 哈哈 我们都笑得想要吼喝 朋友也在笑 手上动作却没有停 她才给老伯弟一词 其实我这个朋友 在我们印象里 真成不少耐心这两个字 但是女生就说 她脾气很好啊 每次我自己出门 找不到路 就会气急败坏地打电话给她 她也不生气 却一边笑嘻嘻地说我笨 一边慢思挑离地告诉我 往哪边走 当年在球场上一言不合 就挽起修子干架的少年 如今只会挽起修子 给她心上的姑娘做羹汤了 想想周遭感情顺利的朋友 好像都不约而同地变胖了 一个人的时候 虽然也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但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总是更容易出发一些美好开棍 有个愿意把自己当孩子宠的人在身边 对生活的热爱也会翻倍增加 我在后台收到过一位读者留言 她对原生家庭算不上幸福 甚至是有一点悲哀的 爸妈关系不合 从小她却是在 滴滴不休的争吵和抱怨中长大的 在家里 她一直努力做一个懂事的孩子 尽量降低存在感 但她还是会紧张成为迁怒对象 也因此 她一度特别抗拒回忆 她跟我说 你知道吗 其实我一直都做好了孤独终老的准备 我害怕有一天 我也会成为我不喜欢的那种人 直到我遇到她 她让我发现 原来我其实并不是一个干预乖巧的人 她让我明白 原来我其实不必那么成熟 我可以随便撒走 她会笑着说我是个小气包 我觉得老天对我还是公平的 我坠实的爱 她一直在反被泥不给我 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我相信她会是一个好爸爸 我也会是一个好妈妈 突然想起之前看过的一则新闻 说有一个快递公司 受到了一个奇特的寄险请求 有记忆像从哈尔滨记到深真的雪 因为女朋友从小生活在南方 从没有见过雪 你看 也许我们都曾在感情历史过上 也曾经发誓不再想起爱情 但是总有一天 你的礼物也会找到你 用余生去呵护你 总会有人懂你的奇奇怪怪 还会陪你一几个个爱爱 而不爱你的人 让你做孩子变成傻子 周凯当初与自己老婆结婚时 两人是青梅竹马 他们共同经营一个小工厂 养育了两个女儿 后来随着厂子的扩大 钱的增多 谎并不满足了 他想要一个儿子 来继承自己的家业 这些年 他从来不知道关心妻子 除了敷衍就是黄瓜联贫 舍不舍得年花热草 这次 他又看上了常立的女工佼佼 当时 他的父母亲生病 妻子在家照顾两位老人 他却全然不顾和佼佼好上了 当妻子知道这件事时 伤心欲绝 无可奈何地选择离婚 一个男人不甘寂寞 处处留情 走到哪里都是这样 别说对谁负责 明明让家人知道了 都不会承认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丝毫不感动内疚 也不会悔改 甚至烦咬你一口 说你诬陷她 对妻子 能满就满 能骗就骗 能哄就哄 一旦露现了 就思考 把妻子当傻子 一个不问 一个不说 一个愤怒 一个沉默 一个伤心 一个冷夜 一个心灰一楼 一个心存侥幸 一个心灰崩溃 一个志弱网闻 一个身心俱损 一个思考对策 苏珊说 一个人爱你 会在心里时时刻刻地 记挂着你 一个人很爱很爱你 会在平时处处纵容着你 只有那些把你看得比他自己还重要的人 才会宠着你 三岗女性 胡心儿的经典语录 我的前前任 和前任都很棒 她们一个叫我做温柔的女人 一个叫我做成熟的女人 但我最喜欢我的现任 她叫我做回小孩 要有多幸福 才能让一个女人发出这样的感叹 这也不禁让我想到现在很多情侣的现状 有的在爱情里变得成熟 有的在爱情里变得盲目 却很少有在爱情里变得天真糊涂的 真正爱你的人 或许会希望你温柔体贴 乖巧懂事 但他更希望你幸福快乐 而孩子 就是自由自在 没有约束的 爱你的人 会把他身上所有的快乐传递给你 而不是希望你处处委屈求全 和他在一起 你不需要多体贴 更不需要太成熟 你只需要做真正的自己 做哪个想笑就笑 无所顾忌的自己 有人爱你 会叫你做温柔的女人 有人爱你 会希望你做成熟的女人 但感情里最是一生存的态度 是因为爱你 所以宠你做回小孩 四人如彩虹 遇上方之诱 在对的人来到之前 不要消耗自己的心和爱 所以现在如果你还是一个人 也不必担心 无论什么时候 都要记得好好照顾自己 属于你的很快就来 如果现在你已经找到了 那个宠你 疼你的人 要切记 相遇一场 所有的好 都不是理所当然的 他如阳光一般 点亮了你的生活 你出现在他的生命力 也是那份最最珍贵的礼物 希望余生 你强大到无需人陪 无需人斗 却依然会幸运地 有人爱 有人臭 懂你的人 一生难求 世间最难得的 也不过一个懂字 爱之意求 懂之难得 情感作家苏晨说过 懂你的人 会用你所需要的方式去爱你 不懂你的人 会用他所需要的方式去爱你 爱上一个人其实不难 真正难得是 寻寻觅觅 却不得知一 知我冷暖 懂我悲喜 无言也明了 一 茫茫人海 谁最懂你 人海茫茫 遇到的人惺惺色色 相伴走着一走 有些人 虽朝夕相处 表面看起来感情很好 但却无法读懂你内心的想法 陆迅曾说 人生得以知己足矣 死时当一同坏失智 反问自己 交了那么多朋友 能有几个是真心懂你的 谁能在自己摔倒时 义无反顾地伸手拉你一把 陪伴在身边的伴侣 是不是真的懂你喜怒哀乐 致你冷暖温热 无论遇到什么 都能尽最大的能力 去包容 理解你 陈小春和应彩儿 是娱乐圈一段令人艳险的爱情佳话 陈小春对应彩儿算是宠妻广默 事实包容 爱护着她 在外人看来 这段感情好像来得突如其然 相差16岁的他们 为何也能走到一起 道理很简单 因为彼此懂得 陈小春懂她 这个女人虽然看起来大大咧咧 爱笑傻气 但陈小春知道 其实她需要关怀和疼爱 叶彩儿也知道 这个娱乐圈有名的活报脾气男人 藏着的是一颗温柔善良的心 需要像个小孩子一样照顾和温暖 茫茫人海 相差16岁的他们 相知相爱 不只是因为爱 更是因为彼此懂得 人生兜兜转转 不拼不以遇到你 是缘分 也是最大的幸运 二 人的一生 爱以求 懂难得 灵魂的共振 名为相知 我们终其一生寻找的那个人 相爱相守 更是灵魂的另一半 能遇到一个三观合拍 谈得来 聊得开的人不容易 有缘相遇 只感慨相见很晚 徐志摩对林慧音情深意重 称他为真正的灵魂伴侣 是他心中的完美女子 他们长一桶 待在异国的壁炉旁 从誓词歌赋 谈到人生哲学 两人相见很晚 互诉冲场 徐志摩 亲目着女子的才华和修养 林慧音开探 徐志摩的才气和浪漫 是林慧音 唤起了他沉睡的记性 让他感到了灵魂的震惨 感到了生命的美好 但林慧音 还是和两次成结婚了 即使最后爱而不得 徐志摩也依旧尊敬他 把他当成心中永远的百月光 为了来看林慧音的眼角 徐志摩达成了危机事实 徐志摩的离去 成了林慧音这辈子最大的头 再无人相知 此乃毕生最大遗憾 人这一生 能遇到互相共情的人 太少太少 他们不懂你内心深处的想法 不明你的煎熬和困惑 不过你的胆怯和忧虑 只会将你往前走 人是容易爱和被爱的 但却极难被读懂 人的心灵太复杂 外人来懂谈何容易 知己千载难逢 如若能有 此生再无遗憾可也 三 最好的感情 无言也懂你 真正好的感情 是一眼变个望穿秋水 无需过多只言便语 只需一个微小的动作 不经意流露出的眼神 眉头微微醋 变个牵动对方无间的情绪 真正懂你的人 心已经慢慢靠向你的辐射范围 泰坦尼克号里的女主角罗斯 第一次和情话家杰克相遇 是在他受够了让留社会虚伪的生活 打算投海自尽的时候 看着他满眼泪水 悲伤的神情 杰克一眼就看穿了 罗斯内心的痛苦和落寞 早已无需多眼 他轻轻靠近他 开导他 伸出手 将他从游轮的边缘拉回来 这一拉 便把两颗心永远地绑在了一起 杰克懂他内心对现状的抵抗 罗斯治疗杰克心中 那颗种子一般的梦想 正如那首经典名曲 我心永恒唱的一样 我相信我心已相随 你再次敲开我的心扉 你融入我的心灵 我心与你同往 真正相知的人 是互相吸引和靠近的 命运牵着他们刚刚好相遇 早一步晚一步都不行 最好的感情 不需太多语言 早已惺惺相惜 四 懂你的人一定爱你 杨杨最近交了一个男朋友 男生一米八五的个子 高高瘦瘦 家里也很有钱 算是个富二代 两个人在一起 度过了一段时间的热点气之后 杨杨开始慢慢发泄 这个男生 不是他真正想要的类型 两个人在一起三个多月了 一起吃晚饭的次数 加在一起也有几十次 那天 两个人又像往常一样 去了他们常去的那家饭店 杨杨最爱吃这里的红烧铁 几乎每次来都必点 今天到了饭店之后 杨杨突然感觉肚子痛 让男朋友先点菜 等他上完厕所回来 服务员已经开始 陆陆续续地上菜了 可以直到最后一道菜上完 他还是没有看到 红烧茄子的身影 杨杨问男友 你都点了什么菜 男友包了几道菜铭 这些都是他爱吃的菜 也许是看出杨杨不太高兴 男友为自己辩解道 你在上厕所 我不知道你爱吃什么 所以就先点了这些 杨杨没在说什么 低头默默地吃饭 他那一刻突然间觉得很失望 两个人面对面吃饭了这么多次 哪怕他稍微用点心 就可以记得自己常常提到的菜铭 就连自己也记住了 他爱吃的是哪几道菜 可是他从来没有把自己放在心上过 杨杨和男友之间 其实也是有爱情存在的 只不过他的男友 并没有像杨杨以为的 那么努力地去了解他 所以即使在一起数个月之后 仍旧不懂得他 也有很多结婚多年的老夫老妻 他们直接 好像已经察觉不到爱情的踪迹 可确实这个世界上 最了解对方的人 他们直接有着深深的默契 在生活当中 也会默不作声地 为对方安排好一切 做他们喜欢吃的菜 帮他们挑选最适合他们的衣服 这样的夫妻 也许不比热恋中的情侣甜蜜 但就是这样的平淡 才能真正让人安息 女人最重要的 是要找到一个懂你的男人 而不是一个爱你的男人 只要他长得足够好看 性格上也过得去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你们之间十有八九 会自生出感情 但是真正懂你的人 却是十分难得的 一个爱你的人 不一定懂你 但是一个懂你的人 一定爱你 因为懂你 所以代表他把你真正地 放在了心里 看重你 更甚于看重自己 就算遇到了任何事情 他们也会习惯性地 把我们放在首位 这样的生活如何能够不幸福 人这一生 爱以求 懂却很难得 寻寻觅觅觅 知音难求 如若有心欲解 要千万珍惜 懂你的人 会在你孤独无依的时候 给足陪伴的温暖 在你落寞无助的时候 给予鼓励的力量 懂你的人 就像冬日 哀哀白雪地里 升起的篝火 将心上尖兵融化 陪伴你学会勇敢和奸想 而不懂你的人 是一种落入心间的无奈 是说再多 也无法理解的悲哀 就像我说我很难受 你却只叫我矫情 人或一世 记得选择 让自己感觉舒服的人在一起 跟彼此交心懂你的人一块 才能活得更开心潇洒 愿你历经风雨 平常人生 能得依人爱 知心人相伴 往后余生 找到懂你的人 山高水阔 尽是精彩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 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 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明言希望大家都能怀着 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 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尽情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